我一年365天都應該每一天是沒有紫色的園鎖在我身上都發掘到 我除了一間水果不是紫色 基本上要用辦公室紫色 連大牌子的電器都不出賣 連Dyson通筒也有紫色 你也很喜歡 對 這個袋子是我偶爾會用的 它是我最喜歡的卡通 還有紫色底 這個是藏著我的口罩 我的口罩在裡面 也是一個紫色的口罩 水果袋裡面有一個飲筒 這個就是我學生的三仔 所以他們一上課的時候 就有很多個小小的紫色人仔在跑 我就覺得很開心 今年34歲的Ruby是一位跳舞老師 她熱愛紫色 更加是Facebook群組 有紫色關注組的Admin 真的很小時候 小學或者是喜歡粉紅色的 因為可能當時的世界裡 根本就不知道什麼是紫色 通常你爸爸媽媽給你選的 就是男生男色 女生粉紅色 我想其實我發覺 自己喜歡紫色的時候 大約是我大學的時候 我覺得紫色是代表很開心 很漂亮 很滑 很雄雄華貴 可以是很浪漫 也可以是很神秘 由開始有自己一個人的房間的時候 我就有紫色牆 有紫色的床單 有紫色的電腦桌 有紫色的窗簾 我現在跟男朋友住 男朋友很遷就我 連他現在都會 這個是不是要買紫色 你覺得是最難的 你買到什麼紫色的電器 我想是電器 例如氣炸鍋 我真的買了一個全紫色的氣炸鍋 刀架 熱水煲 這些 某程度上是 例如我買過風筒 明明那個號碼是一樣的 那個銀貨是一樣的 但硬是紫色就是沒有特價 這個真的是一個選擇的 其中一個項目 直至疫情爆發 Ruby的跳舞班暫停 就和另一位同樣喜歡紫色的朋友 Damon 一起開了紫色關注組 成為神福於紫色的子民 其實是多一個地方 讓大家分享大家的開心 因為當你喜歡這件事的時候 你很想去分享給別人知道 但你身邊未必有一個人 跟你一樣有同一個想法 這個群組就是 所有人都很喜歡這個顏色的時候 大家都會因為你看到那棟大廈是紫色 而覺得很漂亮 會這樣開心 你也是啊 大家好 也很感謝大家來到 今次這個 紫色關注組的第一次在會 我是Ruby 我是Damon 一見紫色是很開心的 其實我們的群組不是交了很久 但是 我覺得 喜歡紫色的人都很喜歡分享 這個你猜是甚麼來的 各位 猜到嗎 那就開猜了 就是按升降機器了 哦 哦 哦 動作是廁所時 這個自己都很貪心 買了兩隻 因為我很怕它不見了 哦 喜歡紫色度 基本上 所有家人 朋友 同事 老闆 離遠見到有個紫色的問題上 應該是我 每天都會有紫色的元帥 出門口 我的朋友不知道我加入了 就有 看到這朋友還在那裡 在WhatsApp Group上笑 竟然有個紫色朋友 這麼可愛的 我說不好意思 其實我加入了一段時間 但是 剛才你是保住甚麼心態 沒有紫色 沒有其他原因 其實因為我的名字 是一個紫色的 所以我就 從小到大就會很留意紫色 慢慢就喜歡了 瘋狂其實就是 應該做了師奶之後 加平衡品 那些就全部都會買紫色 因為我老公不讓我搞家睡房 所以大多數都 廳、廚房、廁所都是紫色 那他會有紫色嗎? 他說他有紫色嗎? 他說他有紫色 但是他就說 不行了 我已經有紫色 我已經分不到其他顏色了 我女兒是 穿了紫色的畢業袍 男士會比較容易在身上 反映出來 可能是紫色衣服、紫色鞋 以前那些50元紫是紫色的 所以就會儲存舊的50元紫 因為現在很少見 現在的50元紫是甚麼 綠色 對 不漂亮的50元紫 現在只剩下青色的 不如玩一個好小小的遊戲 好 那這個遊戲是甚麼呢? 遊戲就是最好玩的收買佬 我馬上拿袋子 很緊張 是不是? 收買佬 今天想收買這個 充電器 撞了充電器 我覺得這個很漂亮 好 大家開始就說要分享連結 好 第二件事我們來找找 紫色的風扇 有喔 有喔 一樣 然後你們兩個又撞款 大小 大小 我們試試選 試試選擇 有沒有紫色的眼鏡 OK 今天一陣子有一件事 只有我有 大家沒有的 就是紫色是拐掌 哈哈 我是有的 應該它的肉都是紫色的 對 真的紫色 因為掉了 我希望以後顏色 不是這麼敏感的題目 希望紫色 將所有開心的東西 都帶給大家 對 對 紫色是其中一種最難在大自然拿到的顏色 最早將紫色製作出來的民族是肥尼基人 公元前1570年 肥尼基的城市太爾有人發現骨裸分泌的黏液 在陽光照射之下會變成紫色 於是就將它用來做製作紫色的材料 稱為骨裸紫 但以前一萬隻骨裸才可以做到一刻的紫色顏料 所以紫色非常貴 羅馬帝國時期 一磅泰爾紫的價格價值三磅黃金 所以歷史上只有三個國家曾經在國旗用紫色 當中大範圍用到紫色的 就只有早於1939年已經解散的西班牙共和國 而現時全球大概200面國旗入面 只有多米尼克和尼加拉瓜共和國國旗 有用到少量的紫色 不論中西方 以前紫色都是一種皇室和貴族專用的顏色 拜占庭時代 皇帝會以《born to the purple》形容自己的正統 在中國皇帝居住的地方稱為紫禁城 直至1856年 英國一位18歲的化學家William Henry Perkin 在合成虧靈和抗藥疾虐的時候 意外製造出一種紫色複合物 才令紫色變得普及 紫色除了象徵高貴 原來都和性別平權有關係 2010年 荷蘭一個長期關注LGBTQ議題的團體COC 將每年12月第二個星期五定為紫色 星期五在校園推廣性別平權教育 自此紫色就成為倡以LGBTQ權益的其中一種代表式 牛紀一九年有一次是關於女性被性侵的時候 我們去幫她們追求一些權益的時候 大家是用了紫色施帶 那一刻意識到 紫色真的可以很代表到女性的權益 和大家當關懷這些弱勢的時候 或者關心這件事件的時候 其實很多時候都會用到紫色 我覺得它就是少了那一點點的藍色元素 而令到 我覺得令到粉紅色感覺比較柔弱一些 但紫色真的會覺得它硬朗一些 我算是一個硬朗的人 原來Ruby年輕的時候曾經患病 兩度差點失衷 但是硬朗的她都撐過了 所以她對弱勢人士能夠有多一份關懷 其實在我十七歲的時候 我第一次定法 醫學的名詞叫做 內耳神經受過濾性病毒感染 會是怎樣的呢 會是突然之間聽不到話 我當時聽話的狀態 例如我聽你說話 就好像在水底那樣 當整個環境都很靜的時候 我會形容會有直升機在耳朵裡面 繼續發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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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文獻裡面 她都說沒有原因 不是因為你吃了什麼 或者你做了什麼 是不知道為什麼會有這個病情 我當時是進了政府醫院的 進了二鼻後科 療程其實是要住一個星期醫院的 早晚都要釣一些擴張血管的藥水 還有要在短時間內吃大劑量的藥固醇 因為是一個神經線的問題 神經線死了就好不回來 其實都挺崩潰的 我想你試想像一個十七歲的女生 本身健康健全 突然之間告訴你 你有機會成為一個龍人 我第一個問題就是問自己 如果我聽不到話 那怎麼辦 第二個問題就是問自己 我之後怎樣跳舞 那我那一刻才發現 原來我自己比我想像之中 更加喜歡跳舞 其實那時候都很幸運 即是叫做好回來 她都說 就算好回來也不是100% 好得回來好像以往一樣 我是比一般人差一點 但是不影響我日常生活 也不影響我所有的溝通 那時候因為吃了類固醇 其實有很大的浪費效果 我生了很多淋巴瘡 我水種 在短時間內 我重了20磅 即是一個星期內 手手腳腳腫了 即是家裏衣服全部不適合穿 即是本身穿小馬衫 要變成買大馬衫 即是我去跳舞的時候 即是我的師姐在門口看到我 我簡直說 這個是誰 想了一間 才知道原來是你來的 十七歲之後 其實我有試過復發 在我二十四歲的時候 即是七年之後 我就復發了 但我問了自己一件事 就是這七年裡面 我有沒有好好利用我的耳朵 有沒有好好利用我還有聽覺的耳口呢 所以我就告訴自己 如果我康復的時候 我想用跳舞 以及用我自己的經歷 去做多一點點的事情 開了這個工廠之後 我就放了我自己很喜歡的紫色元素 例如我給我學生去練習打翻 或者是做一些動作的時候的一個點 都是買了紫色 不同紫色的瑜伽 瑜伽磚 以及一些地墊 外面這個開空間 我就買了一個紫色的鐘 這個應該是我最喜歡的紫色 一個顏色 然後這個椅子 很多指紋都有分享 他們有買過的 還有很多小朋友都會知道 Wuby老師喜歡紫色的 對呀 因為我很多東西都是紫色 和小雲他們都知道 為什麼我會開這個地方 就是當時我是和一位龍爺舞者一起開的 這個書道 我們的理念就是 希望我們用舞蹈去 和大家做一個共融的社會 這裏的partner 就是他一個龍爺 他都問過一個問題 他問我 他說 如果有一天 你真的成為一個龍爺 或者一個約定的人 你能否接受到你的身份呢 我考慮了幾秒鐘 我說我其實能接受到 我覺得最大的就是 我相信 我自己的這些經歷 或者一個人心 或者我想去做這個共融的事 其實已經放在我一些學生的身上 即是我已經種下了某些種子 即是就算可能 不是一些什麼大成就 但我覺得 只要我影響到一個人 其實我也是對這個世界有貢獻 是對的 記得訂閱果子啦 還要按一下小鈴鐺